好 大家好 这一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最近这个美股 今天是2020年6月6号 现在是6月6号 那昨天晚上6月5号这个美股纳斯达克就创了历史新高 这个其实我大概也能猜到 其实三月份的时候我说这个美股见底啊 全球股市见底 其实都大概能知道它后来会创新高的 但弄得这么快呢就涨这么快 这个我当然也没有想到 不过它也是因为一些消息的刺激 就它那个美国的什么非农就业数据超乎预期 虽然后来说他们的统计局说有一些数据统计错了 但是盘中美股并没有因为这个 这个一些误差而导致它下跌 所以大家对这些误差是不介意的 大家还是朝着一个向好的预期在吵 因为很多人就不理解为什么美国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这个还有什么那些各种示威游行 美国的这个种族歧视什么的 那个白人黑黑人 那个白人警察弄死一个黑人的黑人 这些到处示威游行什么的 就为什么没有影响这个美股 还有什么到处抢劫啊 什么耐克那些店都给抢了 那为什么这么乱的情况下 这个美股还创新高呢 其实呢就这个大家就没有搞清楚 这个股市和这些其他这些因素之间的影响 你要你要知道这个股市它上涨了 其实就主要就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公司的业绩 第二个就是钱都不多啊 第一个他那个美国这个美联储在放水 这个这个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美联储放水 它其实是让全世界的股市上涨的 它不是光美股的 第二个就是那个公司的业绩 你包括那些什么疫情也好 什么有很多人出来捣乱也好 有没有影响那公司的业绩 你一定要想清楚 我就举举举几个公司 你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苹果 比如说那个谷歌 那你这么多人出来闹事 那这些人是不是拿着这个手机出来拍东西 有人出来拿着手机拍东西 其实是利好谷歌的 谷歌那个公司 你那些视频传上去 还增加它的那个网上的那个浏览量 是吧 就你的视频网站 这么很多人传些视频上去 变成了那个广告聚集地了 就变成它是利好 然后呢 你说那个耐克商店被抢 那耐克商店被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广告了 就很多人就看到了 然后呢 你这么多人出来 你脚上面穿的那双耐克的鞋子 是不是穿多了就会烂的呢 你越穿越多了 然后就烂了又要买新的了 那反而是它的一个利好 你人出来越多 他反而在赚钱越多 你包括那个什么麦当劳啊 什么星巴克那你就出来 就搞事对吧 出来摇旗呐喊 那要不要嗓子渴了 然后喝杯星巴克 然后肚子饿了 吃个麦当劳了 因为之前疫情在家闷着 你还在家里面吃 没有吃麦当劳 那现在你出来 这么多人出来游行 那些美国的人 那就对麦当劳其实利好啊 你说他们打杂抢的 也不是全部都打吧 他肯定有一些 他也是文明的 可能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 都是他们打的那些片段 他们没打那些地方 可能都在吃东西 还有你看到他们很多都在骑单车 对那些穿运动服务的 是不是需求高了呢 因为你就不会这么多 就没有这么多打扮了 你不会像以前坐地铁那样 穿那么多办公室的那些装束 对吧 你就不会dress up这么多 你就dress down了 你就可能穿更多的运动服 那这样的话 就对这些运动品牌的股价 也是利好 其实很多公司都会因为这个利好的 因为你只要你人出来就行了 有人就说那个疫情死了 这么多人 其实这个死了这么多人呢 你不能这样算的 你要算他因为疫情有的哪些人没死 这个也是很重要 比如说车祸的人没死 就车祸的人就死亡人数就少了 对吧 就所有的对他种人口 其实没有什么影响的 你一定要看一下 种人口有没有 有没有同比减少 你如果是因为疫情 你导致那些病的人 比如说好像死了11万的 但是那个车祸 没有人开车 会不会就变成了没有10万人开车死了 所以这个互相有可能会抵消 抵冲掉的 而且你也知道这个疫情 他一般说都是那些80岁以上的死的 所以那就不一定说对这个经济有太大的 真正的长期影响 而且大家他那个对公司的估值 他是用未来现金流折现的 他不是说看你今年的 你今年这个 喂猫毛虫 你今年的这个 就这个短期的一年的利润影响了 对他一个公司未来 比如说20年30年 那个利润折算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所以就 没有说这么高的影响 而且你也知道他放水很厉害的 所以呢 那钱多了 然后什么负利率也来了 又没有利息了 那钱肯定要找点东西 对吧 去投一下 也有很多人说 比如说在家炒股啊 什么的 其实包括我们A股 其实也很牛啊 说实话 只不过我们的指数 没有突破3000点而已 但是我们很多股票 已经涨了很高了 什么茅台啊 恒瑞医药啊 对吧 一大堆这些医药股 对吧 你能数得出那些知名的 什么长春高新这些 什么爵位压薄啊 什么海天位夜啊 这么一大堆都在高位 都涨了很高了 什么火腿肠啊 榨菜啊 什么这个药 很多啊 都数不清了 牛的多牛 什么恒利液压 你去搜一下 这些公司的股票 都涨了多高 完全没有说 被什么疫情影响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 说是光美股涨 我们A股不涨 其实不是 只不过我们A股 这个结构不是很好 对吧 A股呢 因为这个传统行业太多了 就那些传统行业 其实都不可能涨的 说实话 就那些什么有色啊 什么资源啊 什么大部分的房地产啊 还有银行啊 都不长期都不可能涨了 说实话 建筑啊 对 很多人喜欢玩建筑啊 说实话 这些不会涨的 没戏的 短期有可能反弹一下 但长期 你拉长时间 看未来五年都不会涨的 说实话 这我就先告诉你 你信不信有你 这长期肯定会这样的 就你 你炒股这个东西 你要看大势的 就未来的方向 国家都已经给你讲了 你要听国家的话 国家 让你炒什么 你就炒什么 让你去玩半导体 你去玩半导体 你就不要反着来 反正你就要 紧跟这个时代潮流 这个科技啊 什么医药啊 什么消费啊 对吧 你就在这三个范围里面玩 你就不要玩出去 那些不好的 你像那个银行 我都说了 就就 之前我讲过 我就就一两个银行 做了好的 其他银行都都很差了 说说难听点 都是垃圾股啊 所以呢 这一次这个美股呢 我觉得呢 因为昨天就大涨很多了 所以呢 到后面就不会大涨了 可能会慢一点了 就比较崎岖了 然后他那些公司 如果是业绩不好的话 他慢慢也会跌下来的 但是他这个震荡 慢慢向上 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因为你重要是 你看一下那公司的业绩怎么样 就业绩如果是持续向上的话 那股价也会持续向上的 所以呢 大家要对这个股市有这个清醒的认识 好 这一节关于美股 为什么继续上涨啊 这么 我之前三月份 对吧 这大家也 只让我说过 但叫大家抄底 可能也没有多少人听吧 对吧 不过也无所谓啊 对吧 就已经过去了 现在 如果你要买美股的话 也可以分批了 对吧 抓住那些跌的机会 你再买啊 就不要 不要再那么恐慌 现在最恐慌的时间已经过去 有没有二次探底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有二次探底 其实是好事 其实送钱给你 我就怕他没有 有可能没有的 因为现在市场的钱太多了 大家也蛮聪明的 好 这一节讲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从我这个节目里面学到东西 好 谢谢